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2022年上半年热门电视剧名单公布 肖战两句名列前茅,涉及两大平台 近日,2022年上半年热门电视剧名单公布 肖战的两部作品名列其中 分别是《请你一生一世》和排名第三的王牌特工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的这两部剧涉及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两个平台 演员肖战帮助这两个平台获得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这就是演员肖战的魅力所在 据悉,官方公布了2022年的热门电视剧名单 排名前三的是《请你一生一世》《天下无贼》和王牌特工 前三名中有两部是肖战的作品 非常大,但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当然,除了这三部剧之外 观众认可度较高的作品还有 《雪山飞狐疏同归心灵家园亲爱的小孩》等 这些都是热门剧目 该剧汇集了张若云、雷佳音、张宋文、童谣、陈坤等一批实力派演员 口碑良好 从影迷的反应来看 大家看到肖战的作品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都说肖战当之无愧 在未来,肖战和新剧也值得期待 客观地说 参与肖战两部剧的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两个平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与肖战的作品是分不开的 总之 祝贺天才演员肖战 以及杨子、黄景宇两位搭档 还有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回报 给观众带来了一部好作品 我们可以继续期待肖战的下一部新剧 还有两部剧要播出 我们将拭目以待 并相信肖战的表现 肖战的作品质量是有保证的 肖战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 02 亚洲艺术家简索百人荣誉榜公布 肖战排名第78位 出现在网站首页上 近日 官方公布了亚洲艺人平台的100个荣誉榜 青年演员肖战荣登榜单 排名78 这次的范围是亚洲艺术家 肖战能够上榜 足以说明肖战的个人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还出现在该网站的首页 这意味着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肖战 不可谓不迷人 据悉 亚洲艺人平台检索到的百强荣誉榜已经公布 很抱歉 由于能力有限 我不能告诉你名单上的亚洲艺人的情况 不过 肖战的名字还是很响亮的 排在第78位 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能上榜实属不易 另外 在网站的主页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肖战的帅气照片 我们必须知道 只有9位艺术家占据了主页 肖战能出现在主页上 可以看出大家对肖战的认可和关注程度 点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看到肖战能够上榜 而且排名非常好 他们为肖战送上祝福 祝贺肖战 肖战本身就是一个有实力的优质症能量偶像 影响力非常大 上榜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 更多的粉丝趁着这个好消息 在评论区表达了对肖战作品的期待 尤其是即将推出的愚醉 总之 恭喜肖战 现在肖战的影响力非常大 但肖战更加清醒和谨慎 利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积极引导粉丝 积极宣传和践行政能量 杭胜于言 肖战做什么都是好的 我们可以继续热爱肖战 相信肖战在未来会有更多精彩的表演 肖战很努力 很优秀 未来很有希望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